下面的提醒就是要轉換 兩單的10毫升裡面有原酸幾末耳 然後呢請你換成重量百分濃度 第一個小時是我們前面做過的 做這個位置是為了要暗示你後面那個百分濃度要知道算末耳 因為他要用末耳去算質量 所以我們前面教過是M乘以V 所以呢帶進去就好了 兩大M10毫升記得換成公升 然後呢就算出來叫做0.02末 這是為了當回做準備 好請問你兩大M這個東西的條件 兩大M然後呢容易質量告訴你11公克 請問你重量百分濃度多少 因為不能整除所以請你算到整數 好我們的方法我教的方法是掌握不便找到相等 請問你這個是百分濃度的公式 那個是末濃度的公式 什麼東西是一樣的 大家都一樣嘛 糖水一樣糖也一樣嘛水也一樣 但重點叫做糖一樣 因為糖可以用到我們的公式去做計算 所以有糖一樣 所以你用末濃度算出來的糖的量 或者是用百分濃度算出來的糖的量 應該是一樣 看你是要算質量一樣還是要算末耳 一樣都可以 都可以 你可以算質量一樣 你可以算末耳一樣 看你高興 可以 我們0.02末耳 末耳求質量 需要知道分質量 分質量告訴我了 我們就算一算 知道我們算出來的 這個裡面有的浴化氫 是0.73克 那麼這個就是你用重量百分濃度 可以算出來的質量 好 那重量百分濃度怎麼算溶質質量 就是容易質量乘百分濃度 所以就是11乘以百分濃度不知道x 這個質量要跟剛才的質量要一樣大 要一樣大 所以就帶進去 算出來大概是7% 所以我們就大概是7%這樣做 你也可以 前面用末耳改成算書質量 再把它帶回去 那個重量百分濃度公式去做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看你要怎麼想都可以 有沒有看到 重點是你公式本身必須要計勞 然後把它帶進去 你想用的方式做就可以了 我教的方法是 這樣算的溶質等於那樣算的溶質 你可以設定質量一樣 你可以設定末耳一樣 你也可以把它算完之後 轉換成你所需要的末耳或者是質量 帶回去那邊去做也可以 這又是我們的做法 請問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